不太需要知道 这应该大家都会 第二个就是这个可能多重 比较不会 所以今天的第一个 第二个是把这个公式丢到这边来 怎么写 刚刚讲过 其实就三行 for 回圈 然后把公式丢过来 对不对 清楚的话就是把丢公式里面变空字串 然后这个成绩的话就是if 什么逻辑 then 然后else end 里面 true就写在if的下面 else 反之就写在else的下面 ok 就刚刚写那一串 主要你要熟悉它 因为将来你遇到问题 一定会有很多逻辑判断 那如果只是两重 像合格不合格 你就这样写 那如果多重的话 就多一个l if l if其实就是把if贴过来 结构一模一样 就是前面多一个l l if l一直往下就对 ok 那 一样我跟各位讲 程式的写法可能会有非常多种 但是我是强烈建议 你可以暂时先不要记那么多 因为很多人因为记得太多 最后不知道用哪一个 才可以写出最后结果 所以反而麻烦 我是跟你们讲最简单的 你就记这些就够了 目前就够了 但未来如果你这些都已经非常滚瓜烂熟了 你想要多学其他的 完全不反对 不过前提是你一定要先把基本的学会 不然的话 如果连基本都学不会 你看再多本书 都还是学不会 所以很多人买一堆书 所以很多人自己买书回去自学 可以自己把程式写出来那就厉害了 ok 所以不如来这 我跟直接告诉你 所以我这边课程的重点是 我就强调 把你教会怎么写就对了 至于理论你自己回去 自己去看书吧 书里面的理论一堆 但都做不出来的比较多 ok 而且有些书里面 程式里面还有bug 要不然的话 除了有bug就是 写里面错怎么办 你照着打 跑不出来怎么办 ok 我每次他帮书里面还要帮他debug 帮他除错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 书里面写的程式还太复杂了 太冗长了 那说我干嘛写这样 写一堆 全部不要的全部删掉 删掉删掉 像我刚刚不是三行 我跟各位讲你去看别的书 同样东西结果你可能写十行 都不一定写完了 但为什么我这样写 因为我跟各位讲过 程式越简单越好嘛 谁喜欢写一大堆 所以如果你可以想 这一个方法 比我还更精简 那你就用那个方法 我绝对不反对 但如果不是的话 你干脆还是用文好 ok 因为这个是已经思考过 可能 淬炼过的 可能是十几二十年来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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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程式的经验 都累积下来的东西 ok 那为什么这样写 因为我 我已经想过很多种方法 这个方法最简单 那我就告诉你结论就好了 你也不用再浪费时间 在那边摸索了 ok 因为我几乎把所有书都看过了 告诉你结果就好了 ok 好 那再来的话 所以刚刚这个结果 然后这个的话 就是输出就不是公式 那刚刚我写 另外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是什么 再来就是制定函 这个是sub 那function的话 前面讲过吗 插入函数 我们 如果希望能够在使用者定义里面 出现两个函数 一个函数叫成绩函数 一个叫成绩多重函数 好假的这两个 ok 成绩函数其实就合格不合格 其实就把刚刚这两个 改过来而已 只是改成 不是按按钮 而是插入函数 是 刚刚这个sub是从这边按按钮 执行 那function是从这边执行 到使用者定义 找到里面的东西 其实大概结果也是会一样 成绩函数按确定 他会问你说你的平均成绩在哪里 你就给一个平均成绩 他会告诉你合格不合格 大概这样 那不过差别是 因为sub里面有跑回圈 所以会自己帮你跑完 那function没有回圈 所以你必须最后自己点两下 这因为下面有这个东西会干燥 所以这个可以 待会可以把它拿掉 向下填满 也这样子ok了 没有 因为function里面没有回圈 那这边变成你要自己往下拉 合格不合格 那再来的话 另外就是说 如果再轻掉 那我希望在第二个 成绩多重函数 他一样跳出哪个平均成绩 那我回来的话就A B C D 向下填满 结果ok 这样的话怎么做 所以待会的话 我们来看两个 这个function 方圈怎么写 我讲这个之前 顺便补充一下 其实这两个是可以拿掉 不然的话 刚刚我们要向下点两个 奇怪怎么 他会卡在这 因为主要这边有多余 这个说明 怎么办呢 你可以把按右键 删除掉 这两列删掉 但是删除之后 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删除这两列 你会发现这个按钮 它会变形 我试一下按右键删除 有没有发现 按钮变形 所以以后如果你遇到那种状况 就是假如你按钮做上去 但是因为他会跟着那个裂高去调整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的这个裂删掉 或者是他裂高调整 有没有 它会变形 那假如说如果你将来不希望这个按钮变形的话 其实有简单的方法 记得哦 如果这一个不要 你要按按右键 右键之后的话 这边有个控制项格式 控制项格式 如果你将来不希望它变形的话 很简单 摘要资讯 里面有一个什么呢 特别注意哦 刚刚什么 摘要资讯里面预设是什么 大小位置 什么 随储存格而变嘛 那你就要改成哪一个 大小位置 不随储存格改变就好 改这个就可以了 你就把它改一下 按确定 这样就OK了 但是我现在只有改一个啦 有没有改这个 其他会不会变 还是会变 所以我建议你刚才按右键之后 有没有 先按右键 然后呢 这几个按左键 但是同时按Ctrl键 Ctrl键按住 多选的意思 选这个 选这个 有没有 Ctrl键按住再点哦 这样就多选 这几个通通把它按右键 记得啊 储存格格式 这边物件格式这个 油漆桶这个 物件格式 大小位置不随储存格改变 记得最好是通通改 不然的话 每一次要再改一次麻烦 直接干脆改了 这个好处就是以后 你的按钮就不会变形 不然的话 之前有同学就是遇到这种情况 不知道怎么办 按右键删除看看 删掉 你看 他不会变形 OK 所以顺便讲一下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请各位想想方选 两个嘛 所以特别是要切过来 一样嘛 方选 方选两个 那这个我想试试看 来